当播足球快信 2022年3月23日 奔菲加VS利物浦 奔菲加可谓是半准决赛中 被誉为最弱的一队 在普超中已经距离冠军争夺越来越远 有幸撒入半准决赛 也是因为16强秋道瓦绩是这支好签 不过分组赛中同与拜仁 同埋巴塞同组的情况下 奔菲加可以制调巴塞撒入淘汰赛 已经证明他们的韧性 乌拉圭射手达云纽尼斯的成长速度 也出乎意料 但是面对维基尔·云迪克的顶级防守 奔菲加想要爆冷 难度都还是挺大 红军近期势头令人见到都惊 联赛将分差速窄到一分 欧贯联淘汰国米也表现得相当轻松 话说哥迪奥拿是攻势足球大师 但克洛普的进攻 更加处处逼人 快上快落 控制节奏 经常给对手难以 获得喘息的机会 最好的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 在在红军身上体现得临利进志 以奔菲加的班底来看 相信他们连90分钟都难以捱得过 更何况是两回合的180分钟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